让你们做的危机公关 为什么到现在一点成效都没有 任由事情整整混到一碗上 我不管 马上准备几篇稿子 发到各大门晃着 策略 你让我想策略 那我请你们干什么呀 你给我听好了啊 继续把孙小艾打造成 苏星的风豪粉丝 正是因为痴迷苏星 才当着他的面跳楼的 苏星是见义勇为 才跟着一起跳下去的 总之你们赶紧执行 你说话能不能够诚实一点 实事求是一些好吗 什么叫疯狂粉丝为我跳楼啊 人家过两天就结婚了 这事一传说你俩人怎么混啊 还有 你至于剪掉人家 所有真人秀的画面吗 行行 苏苏 这种事我有经验 你别管了啊 小艾 不过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用最短的时间 把这笔钱赚回来 我不会让你跟着我一起 承受这么大的损失 在你的心目中 钱比我们的婚姻还要重要吗 我觉得我好像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认识过你 千言万语都是我的错 可是孙小艾你知道吗 咱们俩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跟她林药婷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咱们两个人之间出了问题 这么多年 所做的重大的决定 你办过我吗 我这么做是为了谁啊 还不是为了你 为了我们以后的家 我不是姜 你知道吗 我不是姜 你知道吗 我不是姜 你知道吗 我不是姜 你知道 你会选择无视 而且你还会告诉我 吃姜会对我的身体有好处 可你从来没有在乎过我 我吃完了以后会不会恶气 会不会吐 我想这就是咱们俩 关系上的素缘嘛 然后咱们俩一块开饭店 你用柴米油盐困住了我 彻底地斩断了我的梦想 你口口熊熊说是为了我好 婚礼拟定 装修拟定 甚至连最后的饭店改制 都是拟定 我可能只是你生活轨迹的 一个延续罢了 这些话呀 在我心里已经憋了很久了 我不是在为我的国头找结果 我有错 我是个罪人 但是咱们俩之间的这段感情 受害着不只是你一个人而已 月婷已经怀了我的骨肉了 这次我不会再错了 我会像个男人一样站起来 对他承担我该有的责任 你走 保重 我爱你 可爱是 我们玩 都忘了 没有 有 我这大明星 你可不能再有什么意外了 不然公司真的饶不过我了 行行行 这事我不管了 你自己处理吧 对了 还有 给孙小艾一笔钱啊 当作是补偿 好 我知道 你帮我预章取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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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苏 你要不提这事啊 我也没打算告诉你 怕你添堵 你知道那个张旗有多次不量力吗 我说我们苏苏对你的剧本 非常地感兴趣 结果她都拿一把 说也在考虑那个陆一伟 陆一伟 我没听错吧 她怎么想的 谁说不是呢 把我气的呀 这么好的剧本可惜了 这是你帮我盯着点的 好 好 那天我看见你看到这副 耳环走不动道的样子 所以我就知道 你们打心眼里一定是喜欢的 送给你 我想让你戴上她 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新娘 你怎么还不回北京 我担心你啊 把这拉开吧 这搞得这么闷 你干什么呢 拉开通通风 这样才对身体好啊 你说你 你说你 做的是什么事啊 拉着师兄去跳楼 全世界 也就只有你能干出这事来 你想吓死谁啊 明明知道自己的酒量 一口就倒 你还逞什么能喝什么酒啊 我琢磨着 就是你那窝囊老公出事了 到昨天才知道 她不但跟别人有了孩子 还把我们的积蓄都配光了 我的妈呀 我现在结不了婚 还变成了穷光蛋 别吹头丧气了姐 跑了就跑了吧 我觉得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行了 看你没什么事 精神状态还行 我就放心了 不过你跟我师兄 这事闹这么热 这孙一行知道了 又什么态度 你有什么事 随时跟我联系啊 对了 等一行回来 你跟他去我那儿吧 就都散散心 喂 你回来了吗 你回来了的话 我去接你 不用了 我直接去找我师兄了 好 好 朱莉姐 庆平你在啊 我走了 师兄 你怎么样了 好点没啊 我好着呢 没事 放心吧 对了 你姐怎么样啊 我姐 我姐没事 我来你这之前 我去看过她了 她没有什么 过不去的坎 如果有什么 睡两天觉也就过去了 不过结不了婚这事 还是挺严重的 结不了婚 怎么回事啊 她当时就是发现 她未婚夫出轨了 而且还瞒着她 把她赚的钱都赔光了 她一是想不开就跑过去 没想到还把你卷进去了 好 小艾回来了 她要不知道她家出事了吧 她肯定不知道啊 走吧 你们记者啊 一定有多报道报道 提醒人们啊 千万别盲目地追星了 小艾跟那个凤雄啊 小艾回来了 是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小艾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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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掩摩前的 这马上啊 就准备要结婚了 就在这时候啊 就没几心的功夫 这小艾愣掉啊 跟这个明星在一起 要和小鹏分手 她呀真是给他们老孙姐 丢尽脸了 太可爱了 那不是小艾吗 你们看 非王姐您好 我是网页无论的记者 听说您是苏星的疯狂粉丝 请问您这次穿着婚纱跳楼 是为了想引起苏星的注意吗 是 您有什么想法的吗 你不要管我了 你们都走开 你们再不走开我 你放紧了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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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都有 实战姿势准备 向后一步 向前一步 攻步 退啊 收 放松 其他人进行双人练习 小不定 出院 现在怎么回事 能无精打采的 身体不舒服 那为什么 跟老师说说 好 下次见 他人的 不知 这 是 正好 你 不要 我 是 你 找不到 我 就 謝謝大家 来 请你 请你 小艾姐 你怎么会在店里啊 我去医院 他们说你出院了 我就想碰碰运气 看你回来没有 谁知道那帮疯子都在门口 我还想等他们走了以后 我再走了 我本来以为 开这家店是方鹏的梦想 所以不管多苦多难 我都愿意帮他实现 没想到我错了 小艾姐 你别太难过 白米 你跟了我们这么久 到头来什么也没办法给你 真的很抱歉 艾粉张已经经营不下去了 这样吧 我这几天 开半年的工资给你 就当做补偿 小艾姐 你能不能不要跟我这么客气 我当初没考上大学 是你收留了我 教我手艺 孙一航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走之前特别叮嘱我 一定要好好照顾你 可是现在闹成这样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交代了 好 那今天课就上到这儿啊 是 最近状态特别多 是啊 大家都走了 你别闷坏了 小布丁啊 叔叔要跟你说说对不起 没来得及参加你的考试 等过段叔叔不忙了 陪你一起练好不好 好 一言为定 你 长安 小祖总消停了 做功课了 一会儿我答应他去天台看星星 一日说去天文馆也没机会 他现在这个年龄啊 正是好动的年龄 你可不许什么都依着他 跟他一块疯 你的腰啊 自个儿得多注意着点 我知道了 妈 我都想死你了 傻共来这一套 你好好的呀就行了 我看电视新闻上说 你和那个女粉丝 从楼上掉下来 吓得我一宿都没睡好 伤着了没有啊 让我看看 没有 没有 妈 真没有啊 就是个意外 你说现在这个粉丝啊 什么危险动作都敢做 我一会儿就给皮特打个电话 你的安全问题他们必须得保证 妈 我跟你说 事实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 那是什么样子的 一言难尽啊 总而言之 我也不知道是我对不起那个姑娘 还是那个姑娘对不起你 什么你对不起她 她对不起你的 我怎么都听糊涂了 总而言之 你自己好好的就行 好了 我要睡觉去了啊 你也早点睡 晚安 妈 晚安 儿子 您名下的房产已与我航抵押 现已超过最后还款期限 我航已向法院提出冻结房产申请 明天早上八点 我们会去清查房产 到时候请你们到现场为何 不然明天会生煞 还是要找个借口 面对工作生活 面对人潮汹涌 别再挣扎 爱没那么重要吧 有一天 这么想到他们回来找你麻烦 钱是我分朋友一个人结的 我会想办法院 尽快地还着 这么多年了 对的 错的 都已经过了 是你如果的话 我只想问一句 你有没有爱过我 爱过我 我曾经 真的很爱很爱你 你很害怕 行 对你 负殖 fick Ein 明天银行的人 会来受爱粉斩 其余可以拿来 还债的就只剩下这个新房了 我会尽快抵押出去 你欠的钱 我会跟你一起还 无耻的忠于内心不害怕奔杂 假设那钱的花 我们都当真了 就私奔吧 中天中华 还像天涯无牵无挂 但你我 只是现实心图啊 都拒绝在意翻舍 听起来更可怕 穷尽一生为一场梦 倒进增弹顶花声 晓岸 真敢用心 这场休息里 就没有影家 我们俩不相亲 但你我 只是现实心图啊 都拒绝在意翻舍 听起来更可怕 可从今一生为一场梦 倒进自他 定花声綁 深感不幸 只差休息 因为 主堵没有影家 看见那颗有点发红的星星了吗 那个就是火星 火星旁边那颗星星 就是土星 它们都是银河系里面的星星 在不远的地方 就是天蝎座 是大蝎子吗 没错 就是大蝎子 蝎子怎么还能上天呀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 等我慢慢讲给你听 多美的夜暗 我真傻 还一直以为可以永远生活在这里 天天看星星 方鹏 你说我囚禁了你的梦想 你又知不知道 我只是想跟你安稳简单地生活 算了 谢谢你给我的美梦一场 是时候梦想了 我也该离开了 好 爷爷 你的粉 我要出趟远门 可能有好一段时间 都不能来看您了 您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 不知道这一步 到底是不是该这样做 可是我也没有退路了 可是我也没有退路了 我也会害怕 我也会惶恐 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方鹏走上绝路 爷爷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等我的好消息 我会再回来看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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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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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